哈囉大家好我是Kiss丁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之前介紹的 在我身旁是我的好朋友咖啡師Kiss 要來跟我們一起喝咖啡吃漢堡 Kiss跟我已經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這一次之所以要找他來是因為我們接收到了 Delonky咖啡機的邀請 要來開箱這款很厲害的半自動咖啡機 Delonky這個牌子我在業界其實已經聽過很多年了 它是來自義大利 然後它不管在任何的小商辦啊 或者是餐飲空間都有使用這個牌子 做出穩定又好喝的咖啡 所以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半自動咖啡機是什麼意思 半自動咖啡對比起來就是全自動咖啡機 全自動咖啡機其實就是一件咖啡就會 那半自動咧我們可以去調整我們的萃取 研磨科系度跟我們的萃取量 更讓你享受做義式咖啡的魅力跟儀式感 等於是你能夠操縱的空間變更大 非常的大 變非常的有趣 今天我們除了會製作經典的拿鐵特條以外 還會製作一款非常適合搭配洋蔥漢堡的 通靈咖啡汽水 讓我們開始吧 今天我們要製作的奧克拉荷馬漢堡 有個別稱是大蕭條漢堡 它是在大蕭條時期因為物資缺乏而發明出的料 最一開始只有漢堡洋蔥絲和牛角肉 之後呢就演變出來是有黃金末醬 配醃黃瓜還有起司 所以我們今天呢盡可能的中魚原味回歸單純 那看到這些食材 Kiss你有沒有想到可以用什麼咖啡搭配 我想到一個很適合 可以帶有氣泡感、二氧化碳 這種吃漢堡最爽的咖啡飲品 但在那之前我想要邊喝一杯拿鐵 邊看你做這些事情 看你機器最想要玩 哈哈哈哈 OK 要先來沖咖啡就對了 沒有問題 最近我都在用這台咖啡機喝咖啡 雖然說沒有特別製作特條拉花這麼高剛 但我有感受到這台機器在專業 與業餘者之間取到一個很棒的平衡 像我平時喝美式跟茶 他就有直接選擇美式咖啡或者茶的設定 而且像是咖啡粉研磨的粗細、水溫 萃取咖啡粉風味的預浸時間 這些細節都能自己控制 我們來做拿鐵 那要有好的拿鐵 你就要有一個好的濃縮咖啡 那我們首先先調整研磨刻度 我這支豆子勒是用哥倫比亞水系的中烘焙 做這個刻細度 那因為我等一下想要喝稍微濃郁一點的咖啡 濃郁一點的咖啡就需要比較多的咖啡粉 那我們目前的這個粉杯勒 它是單杯的粉杯 所以它能承載的咖啡就比較不會這麼多 所以我等一下就把這個拆掉 採用這一個Double 那它調粉量的其實就是在這邊 Dose Level 這邊數字越大 它出來的粉量就會越多 我想要的粉水筆在17克左右 好 再來我們開始做研磨 像是這樣 好香啊 那這樣是很鬆散的情況下 那我們等一下進義式咖啡機 它要有一定的壓力 它才可以做萃取 不然粉很快就被沖散 好 壓完我們把這個環取下來 它就是一個漂亮的粉餅 萃取前咧我習慣 先讓它放一點點水 讓它整個沖煮頭 是熱的 我不會因為剛剛的冷水 影響我萃取的穩定度 好 這樣打 那我等一下的萃取粉水筆 大概會抓在我30秒 然後我要萃出 38ml到40ml的咖啡液 好囉 這樣它就是一個不滿油脂 然後同時也有香氣 有甜感 有酸質的咖啡了 那奶泡就是這邊的蒸汽棒 所以我們就先選擇這個蒸汽管 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蒸汽夠乾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打了 然後加的是莓果乾 給它一點點莓果的香氣 然後加的是莓果乾 給它一點點莓果的香氣 然後加的是莓果乾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的是 適合搭配漢堡 它比較喝起來像可樂那種 快樂爽感的這種咖啡飲品 只要比例抓好 它就會非常好喝了 我們這次用75ml的氣泡水 跟75ml的通靈汽水 最後咧 再緩緩的倒入濃縮 它就會有個很美妙的氣泡 跟分層 好 那就完成啦 終於輪到我上場啦 上一次我們有聊到 奧克拉荷馬的Sitz Diner 它有一個秘訣 就是要在鐵盤上面 用豬油養一次鍋 這樣就會有一些特別的香氣 所以我今天特別準備了豬油 我們現在要把它分高溫火區 跟低溫火區 漢堡包放在低溫火區 漢堡肉呢 我們就是需要用這個 Smash Burger 洋蔥 一份經典正宗的奧克拉荷馬洋蔥漢堡 大功告成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吃漢堡配咖啡 你有沒有吃過這種 洋蔥漢堡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很屌的 我們來試試看 這麼扁還能這麼juicy 嗯 滿滿的牛肉風味 沒有其他的花梨胡哨 就只有滿滿的肉香 非常的簡單 直接 而且這個漢堡都軟軟的 那樣非常的好咬 而且它會吸那些肉汁 吃完這個就是 直接一秒到美國 洋蔥在裡面就是一個提味的作用 它會帶一點甜感 然後帶一點香氣 簡單但很有效的組合 我要來配一口咖啡 真的可以 它有一些微微的苦 那跟這個牛肉也是會很搭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會看到 用咖啡粉去替牛肉去做一些調味 去醃漬 也有這種做法 以上就是使用迪朗奇咖啡機 製作兩款飲料 加上奧克拉荷馬漢堡的影片 各位朋友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關於迪朗奇咖啡機的資訊 點擊下面的連結 我是Key斯丁 喜歡影片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也愛喝咖啡的朋友 記得去追蹤 IFF若且微弱的IG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